而2月19号也是新城乡立幼儿园开学日 农历春节廉价过后 为了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迎接新的一年 乡长和立台也特别到幼儿园准备福袋 一一发送给每位小朋友 祝福他们新年快乐健康成长 现在乡立幼儿园园长吴树珍表示 乡长和立台相当重视幼儿教育以及各项才艺 推动乡立幼儿园免费餐点费 乡立幼儿园免费生活美女教学等教育政策 现在乡立台也时常抽空 前往育幼儿园关心每位师生 而再次教育前往育幼儿园来相互拜年 鼓励同学认真学习 更期望他们健康长大 并与小朋友们来个大合照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好好的学习好不好 在学校听演讲听老师的话 在家里 怎么样 听妈咪爸爸的话好不好 过马路要注意什么 过马路要注意什么 吃饭的时候要不要之前要做什么事情 吃饭 这老师对我教 喜欢吃完饭呢 喜欢吃完饭 碗饭要不要自己洗啊 要 新的一年 谢谢各位老师演讲 这个农年都要行大运 好运农中偶运 那些放过了 好 自己要健康是第一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学习 加拿何特别老师 每年的开学日 必定是亲自前往幼儿园 鼓励同学们认真学习 今年都特别准备了福袋 在农历年后 前往幼儿园 勉励小宝贝们 每个学期的努力 每次看到小学童们 好秩序 以及幼儿礼节 更决心要带领团队 不断努力 让现在相利 幼儿园的小宝贝们 更有多元 更活泼的教育 以及更优责的学习环境 再一次向全校师生 以及家长们拜年 祝福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小宝贝们快乐 健康成长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 记者金鸿逸 新才相报道